大家好,我是陳美濤 今天就想說一下情靈素這個角色 很多讀者都為情靈素而可惜 覺得胡飛不喜歡她是沒有眼光 或者嫌她不夠美 其實胡飛對情靈素 有點像陳家樂對霍青桐 都是敬佩得有點忌憚的 話說胡飛初初識情靈素 聽到情靈素怎麼用讀 她的感覺是大起敬畏之心 胡飛覺得她聰明才智勝我十倍 但是經常用讀 始終唉,有點不妥 這種心情令胡飛對情靈素多次產生懷疑 例如情靈素說起 我小時候有個姐姐說我是醜八怪 胡飛的想法是 你不是毒死了你姐姐呀 情靈素幫忙醫苗人諷 胡飛又怕她下毒手 令讀者看得很生氣 嘩,情靈素一心對你 你這樣懷疑她? 但是 如果我們站在胡飛的角度想 這種懷疑是合理的 她爸爸胡一刀 意逼雲天絕對不懷疑人 連滴堆的苗仁諷都性性相識 結果就被人暗算 還要是中毒而死 搞到胡飛變成孤兒 然後平四顛佩流離 在這樣的環境長大 胡飛難免有童年陰影 令她對身邊的人沒那麼信任 可能對用毒的人特別有點忌 胡飛一來覺得自己沒那麼聰明 二來她對用毒一竅不通 幾好武功都沒用 一去到用毒她就站在那裡了 所以胡青牛可以取黃蘭菇 大家都是用化學武器嘛 不是說用毒一定不行 而是情靈素那套遊戲規則 胡飛不懂 就難免有點忌憚 在這種忌憚的存在下 除非有壓倒性的美貌令男人充分頭腦 才可以成事的 經典例子是趙敏 霍青桐都美女 但有更美的香香公主出現就不行了 雖然後來胡飛知道情靈素真心對她 不顧一切 但就算理智上沒了忌憚 感情上還是敬佩多、愛慕少 那情靈素這種很聰明的女生 應該找個怎樣的男朋友 才會完全信任她呢? 無俠小說中有兩種情況 一是覺得自己很蠢的男人 好像郭靖那樣 或者令胡衝 這種幾乎已經放棄思考的人 我不喜歡想東西 或者我知道自己智商不夠 都想不出什麼好處 那我就不介意女朋友聰明 越聰明越好 幫我想好了 我不用用腦就最好了 二是超級聰明的男人 去到匹藝眾生的境界 例如黃藥絲 或者絕代雙嬌的小寓儀 他們不怕女人聰明 只怕女人不夠聰明 聽不明白她說話 智慧上交不了手 反而沒有人 聰明的女人 最怕就是高不成低不就的男人 好像胡飛、陳家樂那樣 樣樣都挺優秀 所以希望自己可以在感情上做主導 但是又未去到頂尖的聰明 結果就有一些怕太聰明的女人 你又怎看情靈素這個角色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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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